那,那我们就开始哦,好,好,来 OK,Time Dependent Perturbation 好,那我们很简单的呢,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我们呢,一开始是我们有个Harmatonia 这是完整的,不过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一个Perturbation 比如说Harmatonia 0 另外一个呢,它呢,会跟时间有关系 OK,会跟时间有关系 那其实它,当然了,它可能是个常数 然后跟乘上时间,或者是个位置的函数乘上时间 所以呢,它里面并不是代表只有时间函数 当然,可能还有空间的函数等等的 那只是为了要彰显它这个是Time Dependent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把它写成一个T OK,这是我们第一个 当然我们这个式子呢,既然是Time Dependent的 我们要遵守我们Time Dependent的Shorting Core Equation OK,这个是我们完整的Shorting Core Equation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我们当然就是要来求这个Persi到底是什么东西 OK,然后在这里面的Eigen Value是什么东西 OK,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之前的 我们只要从这个跟Time Dependent的这个部分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假设呢,我们从这样子来看 我们呢,Time Dependent的本来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应该写大一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很简单的,Time Dependent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呢,也可以说PersiN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Time Dependent的Hermitonium的作用下面啊 它跟它当中呢,我应该是这样子写 以前我们写这个N的时候,N是Time Dependent的Icon Function 那我们要跟时间有关系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呢 我们很简单,前面呢,乘三个系数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系数根本就不必看 基本上就是跟N0有关系的 OK,到目前为止,这个都是以前的 它告诉我们它可以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那么在我们这个第二个下面的时候 完整的这个会等于什么东西 完整的这个呢,我们希望 能够用Time Dependent跟时间有关系的这个 来做展开来 所以我们呢,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为Summation N,D,N,T 往后呢 我们用这样来展开来 也就是我新的I跟State 等于什么不知道 那起码我可以用原本没有Time Dependent 这一项时候的Igon Function 反正它这个Complete Set嘛 所以我们对它展开来就可以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个呢,就可以写成为 D,N,T Exponential I,E,N0,T over H bar,N0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第四个式子 好,那这样子第四个式子呢 这里面呢,我们有什么东西是知道的 已知的 已知的是这个 对不对 这里面None None有什么? E,N0是知道的 N0是知道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什么是Unknown的? Unknown的呢 就是D,N,T 所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努力呢 要求取这个Igon Vector的 Igon 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取D,N,T 求出来了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它的特性 OK 好,那我们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就将第四个式子呢 把它塞回最完整的 修丁贵魁学里面来 第四个式子把它塞到第二个式子里面来 OK 我们把它塞进来之后呢 我们呢会得到什么东西 I,H bar Partial,Partial,T的 Phi,T 要等于Hamitonial 0 再加上Hamitonial 1 Plug 的Phi,Phi,T OK 我们要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呢 全部都把它移到左边过来 好不好 我们全部把它移到左边过来 所以移到左边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什么 I,H bar Partial,Partial,T 减掉Hamitonial 0 减掉Hamitonial Plug 我还是把它跟时间因素有关系的这个把它补上去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然后呢 我们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 如果我们刚才假设是第四式 我们就把第四的式子呢 再把它带进来 不是带入四式 OK 反正这个意思应该了解 那后面呢 就是这个Submission哦 对不对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写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就开始呢 一向一向对着它运作 第一向呢 I,H bar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提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开始微分 微分的时候 这边有个Submission Submission干脆 我们先把它拿到前面去 反正Submission大家都有嘛 这整个一定作用到里面来 OK 所以 我先把I,H bar放好 OK I,H bar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第一个 这个微分呢 我要怎么办 你看看 我微分呢 我可以微分到前面这个 以及微分到后面这个 不管微分到前面这个 微分到后面这个 最后呢 都会剩下一向 就是这一下 对不对 好 那后面的层呢 也是同样的 我就一样画葫芦 把它做下去 所以第一个 我对这个微分呢 我先微前面 后面不动 所以会是D,N,T的DOT 这个DOT 我画一个圈圈在这 OK 这是对时间的微分 再加上第二个微分 也就DN不动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上I,H bar D,N,T不动 然后对这个微分 这个一微分呢 你就知道前面这个西数项要拿下来 然后后面整个又不动 Right 所以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减掉Harmitania 0 Harmitania 0一摆进来的时候 对谁作用 因为它是常数而已啊 它是常数 OK 它是常数 所以呢 基本上Harmitania 0是Time Independent 所以它只会对谁作用 对最后面这个作用 后面这是什么 这个本来就是Harmitania 0的 Igon Function 所以作用完之后 你得到是Igon Value而已啊 所以呢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 D,N,T E,N,0 对不对 以及后面这一项 OK 好 再来一个呢 最后面呢 就是这个啦 OK 这个作用下去呢 当然就是等于减掉 Harmitania Plum T D,N,T OK 以及后面这一大串 我把这一大串呢 通通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要等一点 Right 一定要等一点 所以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 好 我们这边呢 这边是不是有 少个负号 sorry 这边呢 这边有负号 这边有负号 就我去帮它漏掉 你看 我把它关掉 所以呢 我把负号加在这边 负号加在这边 所以呢 这个一微分 围绕它的时候 这边会多个负号出来 然后这边有负号 没有错吧 希望没有 没有算错 我预防万一呢 你们回家 那最好算一次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边就变成 Submission N IH bar DN IH bar DN DN T 这个负的 I又是负一负负得正 H bar H bar消掉 这边会变成 加上 E N N0 DN T OK 因为0它 反正只是个Icon value OK 或者是我按照它的顺序 把DN T E N 写在这边 好 前面这两项在这里 然后减掉它 对不对 然后再减掉 Hamiltonian Plan T DN T 然后后面呢 Exponential 负I E N E N T OF H bar N 等于0 OK 我们很简单的这样写 那这一看就知道了 这一项跟这一项根本就杀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呢 只剩下一项 I H bar DN T the dot 剪掉 H bar T DN T Exponential 负I E N 0 T over H bar N 0 OK 这个呢 一二三四 这个叫第五四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六四 OK 我们算到这个地方 这个只是把它带进去而已 我们现在要干嘛呢 现在我们发觉这个蛮麻烦的 假设我们能够在第六四前面 因为后面是个Kitty 前面我加个Braw 就相当于在计算它的一个 Expectation Value 对不对 后面是DN项 那么我干脆我这样子做 我把前面呢 放个DF项 the eigenvector 然后乘上Exponential 现在就是正的了 I E F 0 T over H bar 我做这个 然后呢 把整个第六四子呢 摆在这边 我做这个运作 OK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下面这个 OK 我们看看 Submission N呢 一定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摆在这边 OK 这个是 然后再把那一大串通通摆进来 然后再把那一大串通通摆进来 第一个摆在这边 第一个摆在这边 因为这个 不要忘掉 DN是什么 DN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这个东西 干脆把它换成蓝色 DN D 它本身只是个系数而已 OK 本身只是个系数 而且是跟时间有关系的系数 所以假如说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就是 它只是个系数 所以我们一看呢 重置它被前后两个exponential夹住 都没有什么操作 它只是个数学 所以基本上 它就可以怎么样 它就可以拿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也不是操作 这个也不是操作 这个也不是操作 那干脆通通都拿出来 所以这样一来呢 那我们这边呢 第一个式子就会变成submationN OK I h bar 那上面的这两个 我就把它写在 DNT也可以拿出来 DOT T拿出来 然后里面就变成F0 N0 然后exponential IEF0 减掉 EN0T over h bar 对不对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减掉 submationN 造型 然后呢 DNT呢 本来就是个系数 可以提出来 那里面呢 这两个 相乘也是系数 我可以把它提到最后面去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这边就变成为 F0在这里 H bar T在这里 N0在这里 那后面呢 要exponential 负的 of I EF0 减掉 EN0 T over h bar 我干脆把 H bar呢 把它放在这边 这样子好 等于零 OK 算到这边没有问题吗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Harmatonic 0 就跟Time Independent 这一项 它的解 IgonFunction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autonomal的 的Completion 两个 直接互相成绩 一定会等于Delta NF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会等于Delta NF 结果我们一看第一项是什么 Submission N 那F是外面给的哦 外面给的 所以外面一旦给定之后 F是固定的 那么N呢 就开始SUM了 只要你SUM到任何一个N 不等于F 那么这个就是零 只一直SUM 上到某一个式子 N等于F的时候 它会等于E 那只有这项存在 那就告诉我们说 第一项呢 第一项这个Submission 实际上只有一项 对不对 它等于IH bar D FT DF T dot 那后面这两个要一样 当然这一箱减就变成0 Exponential 0就变成1 所以它很简单的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后面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给它定义成一个叫做 Hamiltonian Clown的 FN 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变成 减掉 减呢 等于0 干脆把它提出 等号右边 那我们就可以变成这样 就变成SUMN 我们就选N Hamiltonian Plung的FN DN T 然后Exponential 这边呢 我们将这一大堆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定义成Omega FN 你看看它是个能量差 DF接能量 减掉DN接能量 除以H bar 它得到的就是一个什么 Angular Frequency 对不对 因为H bar Omega就等于能量 所以两个能量差 那就是单位就是能量 再除一个H bar 当然得到的就是Angular Frequency 那我们后面就可以写成什么 Exponential I Omega FN T 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想 好 算到这边呢 我们差点忘掉 我们到底要干嘛 我们到底要干嘛 因为呢 我们努力的想来求这个DN T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经过这些运算之后 我们发觉 我们得到一个DN T 它的方程式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方程式求出来 诶 理论上呢 你就算出来了 理论上就算出来 不过眼睛再看仔细一点 我们发觉 我们真的不小心该怎么算 真的是太复杂了 OK 你看这个是个微分方程的 你说一接微分方程 谁不会算 对不对 大一微积分 可能后面有介绍一点点 大一开始也是在讲微分方程 对不对 一接微分方程 谁不会算 那问题是后面是个submission 就我们一看起来 哇好复杂 这下次应该怎么办 好像比较困难一点 当然你说你的数学功力比较强 你要从头运算到尾 也可以 OK 你可以这样证明给人家看说 这算什么 太简单了 没有问题 好那在我们继续运作下去之前呢 我要把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OK 我要把它整理在小的范围里面 所以呢 第一个式子 我写在这里 好 然后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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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第三个就是 Hermittonium 我要零 phi n 不要 我不要写phi n 我把它写n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式子 好像什么都没有 OK 然后我们让这个phi呢 t呢 可以写成summation summation dn t的phi nt 就可以写什么summation n的dnt exponential 现在问题呢 我们要求的呢 是这个 这个到底是等于什么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求的 好 经过我们这些运算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第七个式子 我们把第七个式子抄下来 其中当然了我们想求的是这个 dft 都是要求的 只不过前面这个呢 它有个dot 对不对 那其中 几个定义式把它写下 这是第一个 OK 我们就把这几个定义式 写在这个地方 既然要求第七个式子 我们就一看了 我们就发觉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简化解释 我们就 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approximation 各位可以看到 从最前面一直运算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用过任何approximation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 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又要用approximation OK approximation呢 它是告诉我们说 假设 OK 我们来定义什么叫zero order 假如说后面 这一些 也就是说 它根本就independent of time OK 也就是说 我们这整个东西根本就是independent of time的话 那我们算的这些当然都是白算 因为它就告诉我们说DNF DFT 的一次方位分一定等于0 也就是这整个式子根本就不会存在 它就是0 当然我们不要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题目已经告诉我们 它一定要depends on time 好那 depends on time的状态下面呢 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什么 怎么样 first order of approximation OK first order of approximation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假设 if 这个pergubation 是很小的 small enough 一定要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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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态下面呢 虽然说 我看看 很小很小的状态下面呢 我们这个解呢 虽然说可以用跟时间没有关系的展开来 但是呢 两个差距应该不大 应该不大 应该不大 那么也就是说我真实的解呢 跟time independent的解的当中啊 的一个性性组合应该是差别不大 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假设这个呢 是个constant OK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dn呢 d呢 can be regarded can be taken as constant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写 一旦 taken as a constant 那么就是independent of time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假设 但是我们还不算 也就是说它很小 小到好像一个常数一样的 跟时间没有关系 但事实上它还是跟时间要有一点点关系啊 对不对 只是我们不晓得应当是怎么来看待它呢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起码可以从起始的状态 OK 假设呢 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 假设这个系统啊 在dj的state 刚刚好呢 它处在于它的怎么样 eigenstate dj的eigenstate 时间等于0的时候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好像这个一样 假设时间等于0 你告诉我 它时间等于0 它又处在第i的eigenstate 时间等于0 那就代表这边等于0 这边也等于0 对不对 那么前面要等于第i的eigenstate 好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那么那个式子是第七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是不是告诉我们 它是第j个state 是不是j0 对不对 它现在要等于什么呀 summentionn dn 0 因为时间等于0 exponential也是0啊 exponential也是0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根本就看都不用看嘛 你要等于它 一定是其中一项等于它 其他通通等于0嘛 right 所以就变成说很多项加 它就告诉我们 dn 0 一定是delta nj ok 其他项通通没有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这个是时间等于0 那时间不等于0呢 当梯子进行一点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要偏离原来的 一点点 那偏离原来的一点点之后呢 你点多就只能够从dj这个state偏离一点点嘛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相次 最重要还是dj次 dj相 那其他的相呢 的重要性啊 就比较低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写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把第七个词子 第七个词子 第七个词子 我们前面是ih bar df.t 对不对 要等于什么 好 好 那么它要等于什么东西 本来应该是等于一个subvention 但是我们知道 最重要还是dj相 其他相的重要性就比较低啦 对不对 那approximation嘛 那我们就把最重要的那一项就好 其他相呢 暂时把它丢掉 那我这边是不是就可以把等号呢 写成一个approximation 刚好dj相 对不对 dj相 因为只有它是最重要的 ok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东西 djt djt呢 我们也假设djt啊 差不多是差不多等于1 因为就在这个范围嘛 ok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它的值 近乎于1 但是它对时间的变化量 我们不知道 也就是它变化的也很缓慢 ok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它将近等于1 djt 后面是不是变化的 exponential 它很小 ok 那么我们就说 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用Constant来表示 而且呢 而且呢 if tn0呢 会等于delta nj ok 只有这个样子 xt 那么我们就说 djt呢 等于1 等于1 ok and dominate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所有的equation 写在这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七个式子呢 就可以写成为 i h bar dft的导函数 趋近于 趋近于 hfj的pland exponential i omega fj的t 现在你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要让时间等于t等于0的时候 它在dj一个state 因为这样写 才不会跟前面的i啊 重复了 结果一个是虚数 一个是di state 那么是搞了 偷变化的 干脆就跟它写成j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是第几个式子 第九个式子 对不对 好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些运算 ok 我们开始来这边做一些运算 这个是等于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就开始 反正它只是一接 文方程嘛 那最简单 你可以直接算啊 ok 那么这样一代我们把那个式子 第九个式子整个把它展开来 iH bar我把它提过去 那我们是不是变成D over DT的DN 抱歉 不是DN DF 对不对 要等于 要等于 iH bar提出来 变成IH bar分之一 i在分 移到分子 变号 ok 然后右边是什么 在这边 它是不是就变成 Hermittonium plant Fj Explonential I Omega Fj T 对不对 那我们马上呢 就可以写成为D D 的D FT 等于 -i over H bar Plant Fj 这边呢 我要把一些写进来 我像T呢 通通改成为 TPlant 我要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那要这边改 干脆我前面就把它改了 管它 反正我这次把T写成TPlant而已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晓得 这个呢 我就可以积分了 时间从0寄到T 这从什么 D F 0 时间等于0的地方 寄到D F 时间为T的地方 好 这样积分完了 我们呢 这边是不是就会等下 D F T 对不对 这个才是我们很想要知道 它的变化的情形嘛 那么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本来是DFT要减到DF0 DF0把它移到右边来 就变成了 就变成这样 那 常数提出来 我们只要对这个积分就可以了 所以会变成为 我们就会变成为了解 我们的解释成为DF1 我们可以变成为D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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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是什么 F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在D6个40前面乘上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怎么样 Time-independent 不 它那个H0所得到的 Eigen function Time-dependent的 Eigen function 这个是我们选择的 F是我们选择 我们对哪一阶的感兴趣 我就称于那个 那一阶 所以F本来就是我们choice 那F你可以怎么choice 我可不可以选择F 刚刚好就等于J 可以啊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变成什么 DJ0 DJ0就是J DJ0 因为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在DJ个state 当然就等于E 对不对 E D 减掉I over H bar 0到T的 J J Plant T Explanetial I Omega J T Plant T OK 但是Omega JJ 是什么东西 What is Omega Omega 是等于这一个 Omega Fn是 DFstate的Energy -DNstate的Energy 你现在两个都JJ 那是自己减自己就等于0了嘛 Explanetial 0 那就没了 没了就把它消掉 这个把它往前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就维持怎么样 只要F不等于J 只要F不等于J就可以了 OK F不等于J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时间等于0的时候 后面这一项 它只有在J的这一项 它才存在 因为它自己就处在这个state 你知道F不等于J 通通通等于0 就没了 所以它只剩下这一项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呢 就造写 但是现在呢 Explanetial要加进来了 因为Fj 对不对 T' DT'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上面这个是我们第十个式子 这就是11 这就是12 OK 我们将11 12 把它保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呢 DJ向 E-I over H 0到T JJ' T' DT' 这是我们第十一个式子 再来一个F F呢 我在那边写个括号 不等于J的 它就等于负的I over H bar 0到T Hermittonium Fj' T' Explanetial I Omega Fj T' DT' 这是第十二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等于这个样子了 OK 好 这样看起来蛮不错的嘛 对不对 我们就算到这个地方 起码 我们想要求的 这两个 D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成为 Approximation之后 变成DJ 的这一项 以及DF的这一项 请大家记住 我这边有些都是写这种 印刷体的D跟这种草写的D 都是一样的东西 我只是手顺手就把它写来了 OK 要不然我们把它改掉出来 OK 记住喔 F不等于J 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OK 好 那我们呢 起码就把这个算出来 所以这个算出来 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最后丢来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什么IgonFunction 是受到什么样的修正 OK 那这样子要干嘛 这样子要干嘛 好像 不晓得要干嘛 那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OK 我应该可以把这边全部擦掉 所以呢 到这边为止呢 我们是用了什么 First Order Perturbation 好 假设 假设 假设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FJPlant 这个T的这一项 假设这一项啊 Is not explicitly Explicit depends on T 也就是说它跟T的关系啊 没有那么强烈 没有那么强烈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啊 十一十二式呢 就可以变 就可以变成什么 D J E-I OVH 本来是要对它积分嘛 假设它跟实践的关系性 不是这么明显 反正Approximation 假设它是常数把它提出来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我还是把时间像把它摆回去 OK 只是后面我乘上个T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再来一个呢 不是等于J的这一项呢 会变成什么呢 就根据那边把它算下来 就根据那边把它算下来 你就会得到 好 Mittonium Fj Plant T 除以 H bar Omega Fj 乘上1 减掉Exponential I Omega Fj T OK F呢 不等于J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两个式子 OK 就可以得到这两个式子 那你不要忘掉哦 我们求这个D啊 最主要目的只是要 要在这个地方了解它到底是什么组成的 所以我们把第四个式子啊 再写一下 第四个式子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解 它会等于什么 Dnt Exponential -I E N0 T over H bar N0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展开来 我们将我们位置的这个解呢 用以字的解把它展开来 所以其中这个Dnt呢 就是这些的意思 OK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假设是这个样子 从这边马上就告诉我们 D F T 的这个平方 就是其中这个系数的平方 它本身会是什么意思 它本身会是什么意思 它会是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state F is occupied At time T 它指的是说 在当你时间经过个T之后啊 DF这个状态啊 被占据的几率啊 你不要忘掉起始状态在哪边 DJ 其实状态是J 这边 其实状态是J 这边 其实状态是J 但是这个Perturbation一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告诉 它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有可能的状态会改变 它会从DJ这个state呢 跑到DF这个state 有多少Probability 有前面这个西数项的平方 来求等 对不对 那么这句话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不是代表The probability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system 这个系统啊 may make a transition 它可以有一个什么 Transition 有个Transition 叫做什么 转换 要签 讲得好 谢谢谢谢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的Probability 它要签的几率有多少 咦 那这个就非常重要哦 假设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相当地就可以知道我的这个Perturbation 能不能产生要签 对不对 那我们只要搞清楚 这个Perturbation跟这里面有什么作用 那它的要签的形式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些概念出来 我们待会就要讲一些例子 好 来让大家了解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个Probability 我们假设把这个定义为 Probability 那么它就是P了 OK 所以呢 DF这个State的Probability 当然就是DF T的平方 它呢 它呢 经过计算之后会变成两倍的Hermittonian FJ的Prob 除以EF0 減掉EJ0的平方 增上Sine平方 增上Sine平方 EF0 減掉EJ0 除以两倍的H bar T 它就被变成这样 F F 不要 这个写在后面 F不能给J OK 这是我们第15个事情 这边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Probability 它处在DFState的Probability 会随着事情改变 因为这边有时间响 对不对 这边会有时间响 对不对 它会随着FJ 在这边震荡 OK 它会有这个特性在 而且呢 当它非常非常靠近J的时候的这一项 这边数字最小 对不对 其他这个数字都蛮大 但不管怎么样 它只是个震荡项而已 那再看看这个 这个能量差写在分母 J是什么 Initial state 这个是什么 Final state 那么假设Final state 非常非常靠近Initial state 那是不是这个数字很大 假设Final state 非常非常远离Initial state 那这个数字很大 很大 那就 它就来分母 那整个数字就变很小 来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什么 This will be made F9非常靠近J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Probability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当我们一个能量进来的时候呢 当这个能量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呢 要知道它能够跳跃到哪一街呢 事实上是要看 这个地方的数字是多少 那常常能够跳跃都在自己附近而已 远一点的跳跃的几率呢 就开始下降 对不对 它就有这个特性 好 那我们待会呢 我们就开始啊 来讲几个例子 我们通通用左边的这个数字就可以 OK 所以呢 我只将一个东西写下来 好 好 好 雨 好 一招 OK,我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可以 好,我们下课 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 再继续上课